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3月28星期二 股市还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可是由于腾讯股价明显的做好 结果整个股市 还是能够在慢慢当中 一点一点的上升 可是由于成交方面 还是只是一半 所以股市里边 还是没有太大的细分 好了我们先看看这个指数 早段行政指数先高开121点到19688点 往后曾经一直轻轻的反复而倒跌 8点到19559点 可是没有再进一步下跌 加上诚信股价开始一步一步的上去 结果整个股市就在下午3点后 已经拉升到19875点 相对昨天收市来说 这几分钟股市是上升308点 当然明天就是这个期指转仓的高峰期 下个星期 后天就是这个期指结算日 我想还是有一定的买盘做一个布局的 当然目的就希望这个期指能够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进行一个转仓 说到这一点我们就要留意 从19500点到19900点 只是400点 可是在这400点以内就有10天 100天 20跟250天限 当然指数在这个几百点之内 少而上升已经可以出现一个生破的信号 当然明显的反复下跌也会出现一个跌破的信号 所以暂时来说 就算基督上有一点点的信号出来 大家还是观望着算了 因为今天可能出现一个生破 可能明天就会反复出现一个跌破 总的来说 故事就算这400点之内 反复等变 到底最后指数是能够攻破19900点 还是会进一步跌全19500点 这个才是最关键 因为三月份的股市成交一直很低迷 所以这个月可能真的是 没有太大的波幅给我们看到了 直到目前为止 指数还是从7号的高位21005点 跌到20号的低位18829点 等于说接规的波幅叫2176点 相对于二月份来说 这个波幅并不是很明显 故事大家不要忘记 整个三月份股市的成交 都是在1100多一点点 等于说好的做蛋的大部分都是采取观望 所以变相来说 可能真实没有更大的波幅点给我们看到 现在我们就少等 看看明天指数在哪一个水平进行一个转仓 到后天在哪一个水平进行一个结算 要是能够抓着19900点这个左右水平的话 说到底 对于四月份起码在月初股市的走势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 当然 已经说过很多次 去年十月三十一号的低位是14597点 这个是三骑熊市的 最低最低的指数 从基础上来看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边左边的脚 好了 之后股市反弹到 今年一月二十七号的高位 两万两千七百点 现在从这个两万两千七百点回头下来 可能还是反复 可能还是整股 也可能会进一步往下寻找 右边的脚 要是右边的脚 相对左边的脚 不会相差太远的话 那未来一点时间股市 还是可能会进一步反复往下寻找低位的 所以任何的布局暂时来说 我觉得还是少等一下比较好 抓货少的朋友 我觉得问题不大的 要是抓货多的就要留意了 需不需要做一点风险管理 自己最清楚 好了 下个分期就说到这里